安瓶保养就是快速有效 你知道来自欧洲制的安瓶胶囊 可是西方女孩保持年轻的秘密武器哦 哈喽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编辑正方 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的安瓶保养 这个安瓶保养可不是你之前想象中 那个一个安瓶大概可以用5到7天的那种安瓶 我今天要介绍的安瓶是这种真的 就是一瓶单次使用真空包装的安瓶 那你们知道吗 其实市面上这么多种安瓶 为什么我要介绍像这样子的安瓶呢 因为啊其实在欧洲 尤其是德国这个国家 或者是波兰 反正就是在欧洲 很多女生其实都是去药房 买这种单瓶式的安瓶包装 那为什么她们叫安瓶呢 其实大家对安瓶的认知都是错的 因为呢这个安瓶 其实它根本不叫安瓶 它叫做安瓶 Po O Po 三声瓶 其实它的灵感啊是来自就是很多医生在治疗的注射器 他们都是用玻璃瓶罐包装 像这样子我现在手上其实就是有收集到来自欧洲的一些安瓶的包装 它其实是玻璃 那为什么用玻璃的包装呢 因为用玻璃的包装它才可以保留它里面的一些浓度跟成分的真空 以及它的纯度 很多护士在帮你打针的时候那些药剂其实也是用这种玻璃的包装 那他们要怎么使用呢就是因为它上面可能会有一些液体嘛 在使用的时候就是用手指头这样敲一敲 你每次打针的时候有没有护士都会这样敲几下 就把上面的液体留下来 然后呢因为它这个玻璃瓶的包装它有点像有一个脖子的部分 其实你们可以仔细看它这个脖子的部分有一个磕痕 就是有一个画的磕痕它就是直接这样子掰开来 那里面的浓度跟成分就是保留最新鲜 然后你就可以使用了 保养品用这个包装的灵感就是来自医药的注射剂 可是现在如果你要再买到这种玻璃瓶的安瓶其实是蛮不可能的 因为啊其实我们台湾的食药署已经有规定了 就是一般的化妆品保养品是不能用这种玻璃瓶的包装 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用这个玻璃瓶包装 可能一方面有剥开来有化伤的疑虑 第二点很重要就是它剥开来之后啊 它可能会有一些玻璃的碎屑会掉到里面的成分里面 那其实就是污染了这个成分 而且你在使用上真的会造成危险 我们的食药署它已经有明文规定 只要是这种玻璃瓶的这种化妆品的包装 而且是这种一次性的哦一体成型的哦 是不能够再进口到台湾 所以以前很多人跑到欧洲去买这种安瓶式的保养 都会带回来 其实现在是不能带回来 虽然已经是大概是十几年前的事 可是我觉得好像身边蛮多朋友都还是不知道 这种玻璃瓶的这种单次型的安瓶是不能带回来的 那随下有很多品牌都把这种玻璃瓶的安瓶 改成塑胶 它就是比较安全 那我今天啊其实就搜集了市面上 就是来自欧洲三款在IG上面很红 就是很多欧洲女生都非常风行的三个安瓶的保养 第一瓶啊我要介绍就是刚在台湾上市 其实在欧洲已经上市一阵子 而且在IG上讨论度超高的这个亚方的特坦安瓶 它其实是跟英国的曼彻斯特大学合作 而且是在波兰生产制造的 它跟我们一般想象那个玻璃安瓶其实长得真的非常的像 如果你不仔细看 不仔细推敲它的那个包材 你会觉得它好像是玻璃的 那怎么打开呢 就是一样就是把它的头给掰开来 那我来掰掰看好不好掰 反正因为我觉得是塑胶 所以我就不怕 欸很快就把它打开来了耶 那它这一瓶特坦安瓶 为什么在IG上引起非常大的讨论 因为啊它只要使用个七天 它的皮肤就会膨弹起来 像婴儿一样 那它们其实有根据亚方实验室的研究啊 就是我们在baby的时期 我们皮肤里面啊 有一种弹力因子第一型跟弹力因子第三型 这两个弹力因子 它们是在婴儿时期是达到最多 而且是最均衡的状态 就是1比1 那等到你大概到了25岁之后 这个比例就会有开始失衡了 就会变成2比1 你到了40岁之后呢 这个弹力因子1跟弹力因子3 就会变成3比1 那所以呢 我们就很担心说 哦这个弹力因子1跟弹力因子3 会慢慢慢慢的 随着时间的消失而逐渐的萎缩 所以呢 我们就必须要把这个弹力因子3 重新架构起来 那它们的实验室就发明了一个 专利的成分叫做Potino 这个呢 就可以维持这个弹力因子的平衡 因为这个是它们的专利成分 就比一般 大家如果想说要让皮肤比较有光滑 比较水嫩 可能想到的都是用玻尿酸 可是它们更深入 它们就是用这个Potino的成分 可以促进这些弹力的因子 所以可以从维持 从肌肤的里面到外面 都维持它的水嫩跟弹性 就是这个重点 让它在欧洲形成一股抢购的风潮 那我其实有自己有使用过 我大概已经使用3天了 我觉得它的那个成分 就是擦在皮肤上 非常的滑顺 很柔嫩 就是一擦完之后 就是皮肤就会觉得 好像说很好吸收 然后擦完之后呢 它会在皮肤上留下一种 很滑嫩的一种质感 然后呢 第二天起来 我会觉得我的皮肤比较好上妆 像这样子的安平啊 因为它是一次性的 所以我建议一定 你打开来之后 就是你把它掰开来之后 你一定要一次使用完毕 就是你不要留 你不要觉得说 啊我脸好小 所以我可以早晚各使用一次 不行 因为你已经打开来了 所以你这样一次全部用完 那像我自己也觉得 我脸有点小 用不完 那我就会用第二次 就是我第一次 先整脸涂抹之后呢 还有剩的话 我就再涂抹一次 或者是你可以用轻轻拍打的方式 让它吸收好 或者你觉得脖子也可以涂一下 手也可以涂一下 就是不要浪费 一次性的安平 它的重点就是真空包装 浓度很高 稳定性跟纯度都够 它这个是一盒 里面有七支 大概使用一个礼拜就有感觉 那当然是希望你能够用一个月啦 所以效果会更明显哦 第二个我要介绍的安平啊 就是这个 看起来很像生理食盐水的 这个德国世家的绿冻甘露 那我想如果有在用这个 德国制的一些保养品的人 应该也知道这个产品 这个绿冻甘露啊 如果你在德国买 它一样还是这种玻璃的包装 因为它知道 在台湾是不能够进玻璃的安平 所以它们特别为台湾的市场 还有其实在美国的市场 也不能用这种玻璃的安平 所以在美国跟台湾的市场 其实它们就特别 就是原厂有为这些市场 特别做成像这样子的一个塑胶 很像生理食盐水的包装的安平 那这个绿冻甘露 其实它特别的地方是在哪里呢 它是帮你调节你的皮肤 让你的皮肤可以回到最健康 最正常的状态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你的皮肤比较油 你会习惯性的买一些 抑制油分的保养品 一直在擦皮肤 如果你的皮肤比较干的话 你就会买一些比较滋润的营养霜 一直擦皮肤 那其实久了 你的皮肤就自己不会 自行创造一些油分 或者是一些保水感的东西 你的皮肤就会停止 那这个绿冻甘露 它其实就是push你 如果你的皮肤很油 它就慢慢慢慢地 让你不要出那么多油 如果你的皮肤很干 它就慢慢多一点点油 让你的皮肤感到有滋润 那这个绿冻甘露 它其实也是都用一些植物的成分 像是大马士革玫瑰啦 或者是金铝莓 或者是蜂王浆圣母百合 它把这些植物的成分 跟一些矿物质的成分 全部把它捣碎 然后放到水里面去做一个 进化的一个沉淀的一个动作 它其实是一个精华液 那使用时也是把它掰开来 把它点出来 当然一次 我刚刚也说 其实要用这个 就是一次大量地把它使用完 大概全部挤出来之后啊 就是可以轻轻地抹在脸上 或者是轻轻地拍 那它虽然看起来是水 其实它使用起来 有一种特殊的张力 你使用久之后 你会觉得你皮肤真的变得比较健康 那它一盒的包装是28个 它也是建议你说 你可以前三周 一个晚上用两个 然后最后一周你就用一个 大概一个月 你的皮肤真的可以感受到 它变得非常非常的健康 第三个啊 其实是来自巴黎莱雅的 痰润安瓶 它这个安瓶大概在两年前台湾就上市了 那它主要的诉求就是利用高浓缩的玻尿酸 跟维他命CG 可以让你的皮肤有点保湿的滋润度 以及美白的效果 那它如果就是皮肤的湿度滋润度高 自然它的那个肤表的细纹就会没有了 所以这一瓶安瓶在网路上面讨论度也非常的高 我刚刚介绍的是 就是欧洲大家很受欢迎的那种安瓶的包装 其实在欧洲啊 还有一种包装很受到大家代购的喜欢 就是像这样子的胶囊的包装 道理是一样的 就是它们就是一次性浓度高真空包装 可以保留这个产品的活性成分 那所以变成欧洲的代购的最爱 通常他们买这种胶囊啊 都是跟代购说 给我来个三排五排十排的 因为他们这样的包装真的非常的轻巧 好携带 那第一个我要介绍的就是这个牌子 这个牌子是什么牌子 其实我不太会念 因为这个牌子是我一个在捷克的朋友 他在疫情之前就寄给我 他说这个东西真的非常好用 因为在德国的药妆店 这个是非常很多女生喜欢买的一个胶囊的保养 它其实是玻尿酸的一个胶囊 那它的包装真的跟药很像 你看它就是一个指甲 然后里面呢打开来 这样是真的很像那个胶囊跟药丸 那这个玻尿酸的这个胶囊 其实我朋友说它真的很多 就是身边的那个欧洲女孩都非常喜欢 所以他就买来用 他本来觉得还好 可是一用他就觉得很惊艳 因为啊 它里面的这个水 它就是玻尿酸 它擦在肌肤上 它会觉得其实很水 没有什么感觉 可是呢 它擦了几次之后 它发现它的皮肤变得很柔软 因为它的皮肤 因为我那个朋友皮肤比较干 那它擦了这个玻尿酸之后 它就觉得 几天之后它的皮肤变软变柔嫩了 你知道它人在欧洲 皮肤非常的干 然后呢 它就觉得难怪这个玻尿酸的这个胶囊 受到欧洲女生的喜欢 不是没有道理的 后来它就仔细看了一下它的成分 其它里面还加了维他命B5 那维他命B5对保养滋养肌肤 也是一个很好的成分 那它会把它这个胶囊 加在一些精华液 或者是乳霜 甚至是粉底液里面混用 其实擦起来感觉都非常好 最后啊 我要介绍这个Balea这个牌子 其实是德国女生都非常喜欢 去药妆店买的 它其实是德国一个很大的药局的自营品牌 很多女生都会去买 那他们家其实有名的也有很多安平啊 然后跟最近这些胶囊 你看他们的胶囊就是我刚刚 一样啊 就是真的很像药 很像一排药 很像一排维他命的药的包装 像这款蓝色的天然藻类保湿系列 是他们最热卖的系列 它可以帮助肌肤保湿 那这个黄色的呢 它就是辅眉Q10 以Q10成分为主 所以可以帮你的皮肤抗劳啊 紧致 那重点是他们就是一天 一周七天的保养 一天使用一颗 然后其实方便好携带 然后可以让皮肤就是在短时间之内 马上会有滋润的效果 其实这个品牌的那个产品非常的多 而且非常的便宜 小小的钱就可以买到很多的量 保养效果也非常的好 所以大家也蛮喜欢这种很像药品 你看很多像这样药品的包装 像今天啊 我就介绍这种安平的这种保养 还有这种胶囊 其实都是跟好像跟医学很相关 就是非常非常的有效 希望你们也可以去找到像这样的保养品 让你的皮肤永远保持年轻蓬弹润哦 如果你还有什么其他保养彩妆头发的问题 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 我们下个礼拜五再见哦 拜拜